早兩天有記者問修盛期 我指出攬炒派是無權摧毀別人的成果 年輕人要建立自地的成果才是值得知好 可能重症要害 讓這個吹水佬立即撲出來罵 主要他們有幾個論點 這個說法很奇怪 大量香港各階層的人士 包括上一代人士 被攬炒派搞得沒口吃 根本就是受害人 為何會說是騙殺了年輕人的爭取未來 為何因果關係反轉了 年輕人真的要問問網上的吹水人 他也知道在97年之後 時代根本不同 不同時代當然要用不同的方法 不過現實是社會有不少年輕人 運用上一代沒有的科技和網上機會 創業做出成績 或者在職場上步步高升 做得很成功 希望翠翠佬不要對年輕人的成就 是視而不見 說話要說事實的全部 不要選擇性製造悲情 其實環境越艱難 更加要講實力 更加要靠自己的創意 和努力 掌握充滿可能性的未來 面對未來 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的 就是如果繼續相信他們 肯定不要運行 其實我很多時候睡不著 不明白為何他們可以這麼無聊 年輕人遇到困難是最脆弱的時候 不教他們走正路 還叫年輕人去搞攬炒 結果搞出國安法 再搞下去 真的不怕會有新辣椒嗎 之前他們說有什麼事最多走去外國 但是以香港為家的人是不能走的 為何要被他們害呢 為何這群吹吹佬不敢說出真相呢 是否因為自私呢 是否要騙like 要騙選票呢 說社會制度錯是最容易的 為何靠自己努力就很難有市場 所以圍爐取暖 大家吹水為威為 但吹完水回到現實是殘酷的 年輕人 早一日離開這個吹水圈 就早一日有生路 希望大家廣傳和留言